康志强也告诉记者 他做了十年的招生工作 从来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么艰难 康志强说 去年学校招了1600人 今年才招了不到1000人 比去年减少了四成左右 由于新招的学生数量 大大并预期 他们正准备将预租的宿舍楼 退掉一部分 那宿舍楼会退掉多少呢 一幢楼是大概800多层 850左右层 原来今年1800 原来现在1800人 就绝不退一幢 汤志强告诉记者 在东方大学城的民办院校 绝大部分都是租用大学城的 教学楼和宿舍楼 由于很多学校 今年招生情况都不好 所以今年会有大批的 教学楼和宿舍楼面临退租闲置 刚才就有人求我 行一天要想租 用咱们教室来 搞点学生的什么测验 就是招这学生太少了 他自己租校舍又不行 现在又要给这个学生 开展活动 那你就正好把这 你招这点学生 转移到别的学校去 你送给别人去 你自己就办不下去了 黄振奇说 一些小的民办学校 由于招生的人数太少 根本不可能租用整栋的教学楼 所以只能到处借教室 一些学校甚至在谋划 把学生转移到别的学校 而更有甚者或许会一走两只 今天肯定要导一批 我可以做这种判断 为什么要导 就是他招生少了 他的投入挺高 一开始你的招生需要广告费 需要建校舍 需要租校舍 需要师资的筹金 现在你要付很多成本 那么你投入了 最后你的招生少了 没有收入 国家不可能现在 给这块增加投入的 因为你民营的 都是你自己解决资金的问题 一旦资金链锻炼 有很多学校不能承受的时候 他只好找不到 所以今天我估计 咱们会找一些提起 不是少量 看着东方大学城日渐衰败 黄振齐感到十分可惜 不过他所在的这所学校 也要搬走了 因为今年新招的学生数量 大幅度减少 为了节省开支 所以黄振齐所在的 航空旅游婚院 不得不退租掉这里的校舍 把师生们转移到 位于河北燕郊的学校总部 实际上遭遇到 招生寒流的 不仅仅是位于 河北东方大学城的 民办院校 据现在初步的了解 就是激发内招生的完成 应该没有大问题 这个问题大的是 激发外的这一块 我据了解北京 造的比较好的学校 它也就是达到 去年百分之六七十的 这样的水平 那么有的呢 这个多数呢 是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更多的学校呢 这个数都保不住 那么陕西 是民办高等学校 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它有几大民办高校 都在那里 据了解呢 这个一般呢